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就是老师说因为他们都是小baby嘛小朋友嘛就是老师说一个他们做一个所以好像还不是在自己创作的这个过程 希如又透露正在为心系减肥身材已经这么好了为什么还要减啊 因为我的新戏马上就要开拍了嘛五月就要开始了然后在戏里面我演的这个角色呢就是需要比较比较瘦一点 这应该是比较说看起来是干扁不是很健康的那种感觉所以之前日子过得太好了现在就开始在减肥 提到那里最近是行献股恋六月前全面进播一切古装剧不知道希如又有没有受到影响呢 哎好像金昨天又又又又又又起了 昨天我听到的消息但我没有看得很仔细好像比较没有这么多限制了 另外范伟奇的生日也快到了汉人又会准备什么生日礼物送给太太呢 这一次就讲好就因为他其实不大喜欢金石 然后我送他一个完美的假期吧 那那个假期就是让他好好的放松一下 暂时就不用担心小朋友的事情家里的事情 那我就好好的带孩子 然后让妈妈去东京吃好住好睡好然后买好这样子 自己一个带小孩会不会很吃力啊 不会我觉得自己也是当父亲嘛 那当了父亲以后也是在学习 很多周边的爸爸妈妈的一些育儿的方式 那我想跟大家一样是一种 就是我觉得再累都值得的事情 黑人果然是一个好老公好爸爸 香港报道